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理響變壓器 它的主線圈A1 這是等於245渣 那負線圈N2 有500渣 好,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如果輸出電壓 S22 是等於這個3300V 那問輸入的電壓多少 好,我們曉得 這個輸入或者是輸出的話 它的電壓跟渣速成分比 所以我就知道 S61 這是等於多少 N1比N2 乘以S62 那N1是25渣 那N2是500渣 乘以S02 3300 這25個月掉 這個是 兩倍 這20 月掉一個 二月掉 212 262 25 25 所以S01 是等於165渣 照顧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輸入電流是6A 這I1 是等於6A 那他問這個輸出電流多少 I2等於多少 I2等於多少 我們曉得 I1 N1 會等於I2 N2 所以我就曉得 I2等於多少 I1是6 他乘以N1是25 他除以N2是500 約掉 約掉 約掉一個2 這是10 這是3 3 3除以10 是0.3 所以0.3A 那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他說 如果輸出的電線 他的電阻的話 是等於5歐姆 他說 因變壓器的使用 而減少的交流功率 損失為何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使用變壓器的話 他電線直接接過來 那直接接過來的話 他進來的電流 就是6A 但是你因為你使用了什麼 使用了變壓器以後 他這個出去的電流 就剩下多少 剩下0.3A 我們曉得那個電功率 就是那個交流電功率 所謂交流電功率 就是說 損失在電阻上的電功率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I2 I平方R 現在電阻都是5歐姆 現在就是說 沒有使用的話 是直接接過來的話 是5歐姆 現在有使用的話 直接接過來電流是6A 那使用了這個變壓器以後 他的那個電流變成0.3A 所以這個P他有減少 減少多少 dataP 是等於多少呢 這是I1的平方 減掉I2的平方 R 然後把他算一算 這6的平方 減掉0.3的平方 這給他乘以多少呢 乘以0.多少 R R R是5 現在把他算一算 6636 減掉0.09 這是1 95 3 35.91 乘以5 這個把他算一算的話 會等於179.55W 減少損失這麼多 所以應用變壓器的話 很有好處 如果你不用變壓器的話 那你的話呢 要損失呢 就是 要損失大約也是這麼多 大約大概是180 那個要損失180 那現在你使用了變壓器以後的話 你現在變成 只有損失0.45而已 這個是減少損失 好 這個就是答案 卡